大家好 大家好 記得昨天呢 我有跟一個老頭聊天 他是出生在美國紐約的 後來又去北加州工作生活 但是他從小喜歡旅遊 然後他好像他這個 從小就是七歲就想去出去旅遊 出國旅遊 然後呢到了差不多二十來歲 第一次出去 以後呢就一直很想出門 但是他大部分時間在美國工作 生活 後來呢就開始慢慢慢慢 抽時間旅遊旅遊旅遊 現在呢 他是走遍了整個中南美洲 只有一個國家他沒去 他說因為大家都去嘛 他是說他的人生都是跟別人反的 因為只是哥斯達利加他沒去過 然後呢他現在呢住在巴西 他說呢 他為什麼特別喜歡巴西 當然他他當然也提出來 他最喜歡的是墨西哥 但是他好像身體不是很好 所以他在巴西呢 他第一個特別特別滿足的是 他說巴西的 巴西的 就是巴西的憲法 規定每個人 不光是巴西人 包括外國遊客 包括任何人 只要是人 他都是給你提供免費的醫療 這對他來說 特別覺得舒服 當然中南美洲很多國家也有非常低的醫療費嘛 美國是一個很畸形的 全世界沒有那麼貴的 醫療費的地方 美國是最貴 包括學校這樣 美國學校是全世界最貴 醫療費是全世界最貴 有的時候貴得很離譜 什麼叫很離譜呢 我記得 差不多二十來年以前 我就了解到 在洛杉磯 我們南加州 住一晚上 醫院 不管你什麼病 就是最低最低的 都是三千美金起價 就是給你一萬 一萬五兩萬 一晚上 不是什麼 嚇死人的事情 很正常 所以每個 美國人都很緊張 大家都要醫療保險 而且 這是一種很畸形的 所以每個人都很害怕 雖然我現在的房子 有多少錢 我現在有多少資產 一算 你一百萬 生個病 不就再見了嗎 所以每個人都很害怕 要工作的了 很多人呢 退休了以後 美國的特殊的那個 退休方式 退休 你開始退休了 你拿百分之七十 你再做一年 拿百分之八十的 退休金 再做到百分之一百 甚至於你 再加 所以很多人 有的人 當然各種原因 不光是這個原因 有的人 就是喜歡工作 他因為一輩子在工作 他沒有什麼其他的樂趣 他不工作 他不行 他覺得很示弱 好 但是裡面一定有一種原因 就是希望退休金 稍微再多一點 那就是做到七十歲 可是千萬別忘了 以前我看過 哈佛有個研究團隊研究了 就是你退休越晚的人 可能死得越快 越早 就是你七十歲退休 可能你也就活到七十五六歲 可是那個六十歲退休的人 反而活到八十多歲 這個是扯遠了 就是美國 我是說美國的醫療費很貴 讓很多人不安 記得前一陣也有人跟我聊天 就是他現在還在努力工作 因為他在醫院裡 他看了更多害怕的帳單 雖然很少有人真正去 五十萬美金去掏出來 就是各種各樣的原因 政府可以去幫助你 窮人是沒問題 對吧 你沒錢在美國看病 實際上也是免費的 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在工作 他多多少有一點錢 那你不買保險的話 那你完蛋了 你賺多少錢 那醫院搜刮起來 那簡直呢 一口氣給你搜刮光了 還不夠 好 那麼我們說 撈撈叨叨叨的說 實際上就是 實際上 美國的醫療費是最貴的 這實際上還有很多國家 基本上醫療是免費的 對吧 現在巴西是這個很好的例子 它的憲法就規定每個人 都是免費醫療的 當然你可以去看私營醫院 費用稍微高一點 你想得到更好的照顧等等 中南美洲很多這樣的國家 那實際上在歐洲也是這樣 歐洲有很多國家也是非常低廉 我現在想想我一輩子都沒生病 可是我是一直可以得到免費醫療的 也是有保險 我在美國也在歐洲都有保險 以前 可是我沒用保險錢 我記得我在科洛地亞 我有 我就是一輩子就是在科洛地亞 有生過病 那時候生意很忙 整天那個 不在地上走路 都在天上飛 就是得了病以後 也是免費的 沒人說錢 都免費 那個大學也是免費 然後 然後國家還提供你那個學生食堂 特別特別好的 就是很棒的 那個餐 那只要付一塊 在當時我覺得大概是一塊馬克 大概就是 差不多半個歐元多一點吧 那這個世界上很多這樣的地方 然後西方呢 各個國家都有很多 提供你 你到那個國家去生活 你打比方在美國得了那個 就是退休金 其實他也不強調你一定是美國 你在各個國家 你有退休金你到那個國家去生活 他就給你 長期居住 在那邊 然後你就不用擔心 因為什麼醫療啊 什麼都很便宜 像墨西哥醫療很便宜 我好像聽說 我是沒試過 我好像聽說 300多塊美金 一年的保險 那看病很便宜 所以很多美國人看牙子 跑到墨西哥去看等等 那這個世界上其實很多地方 歐洲也很多 那個醫療費用 就是幾乎免費 就是跟美國比起來 那都不算錢了 這是 這也是你要放眼世界 別覺得移民 那就是 人們把這個移民當成一個 一生的事情 就是我移民了 這生就是這麼改變了 其實不是 那現在 交通費用那麼便宜 對不對 這個世界 很有意思 很有趣不一樣 每個國家都有它好壞兩面 這世界上沒有最好的國家 我覺得如果說最好的國家 一定是北歐跟瑞士等等 可是你也覺得 你一直住在裡面 會覺得無聊 你還是要 跑到別的地方去 去轉一轉 玩一玩 你只是 設個暫時的家在這個地方 像我一樣 我在美國 有個家 可以 你可以跑到別的地方去 對不對 去理解 去了解世界 所以我一直說 語言很重要 如果你在美國 因為很多 很多人十年二十年 他不會說英語 其實英語是個基礎語言 全世界說的地方 說的人最多 特別是你去賓館 你到一個國家 很落後 很奇怪 可是你到它的高級賓館裡面去 這裡面人還是會說英語 那麼 我覺得每個人 都要為自己的人生去負責 你要去 有一門基本語言 除了你自己的母語以外 所以美國人實際上是說外語 最差的國家 因為它比較方便 特別因為你會說英語 可能你已經解決了一大堆的問題 到別的國家去 總是有人會說英語 但是當你不是母語 不是英語的話 那你應該學一個 對不對 在歐洲我記得 歐洲的第一大語言 好像是英語 其實更大的語言 實際上歐洲很多人是說德語的 因為德語的影響力最大 東歐的時候 那當時俄語也是影響力非常大 那個反正你多一門語言 可能對你生活 自稱多一分樂趣 多一分方便 沒什麼壞處 而且語言不是什麼那麼難的東西 很多人就是害怕 你要有自信 別人能學會東西 憑什麼你不會 要有自信 對不對 所以語言不是那麼難 如果說我學了那麼多語言 都是要有這麼難的話 那我想我現在可能還在學 學語言 這輩子都沒完沒了 那個其實沒有這麼難 語言不是一個 一個高難度的科技 什麼不是 它是一個簡單的交流工具 這個你不用去研究很多的語法 因為人類是先有語言 後有語法 很多的語言學院 包括美國的英國的 他教你英語的時候 都會有語法 而且語法占了很大一部分 其實想想 我現在打個比方 我在跟大家說中文 因為我 我是中文出生在中國 我們不考慮語法 我們就是按習慣的方法在說話 其實當中有一段我的中文 已經非常生疏了 可是 可是因為我是 出生在中國 所以我 還是能很快的把它撿回來 不過我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 我不需要想一想語法 我只是跟大家一個習慣的說法 所以我說話說反了以後 大家覺得不習慣嗎 那就是一個習慣用語 其實我不是通過語法來說話 包括我說其他不同的語言 其實我都 不需要關心語法 我們只是交流而已 哪怕你說錯了 但是意思表達了 也非常OK 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的臉 告訴我 或者是我的發音 我的英語 帶著口音的英語 就告訴 這個 當地出生人 說 我不是在這邊出生的 他不會來嘲笑你的 沒有必要的 而且如果他嘲笑你 他是很愚蠢的 因為什麼 我有我的其他的語言 對不對 我有其他的 我有我的母語 我的英語不好 沒關係 我可以跟你交流 我的知識是跟你一樣的 對不對 我們只是在通過不同的方式去交流 所以學語言 首先要大胆 你要去使用 這對自己的幫助 沒能為你負責 你的生命自己要負責 是不是這樣 好 大家加油 以後多跑跑這個世界 很有意思 謝謝你啊 OK 點個贊啊 謝謝 拜拜